我也想知道 小豬姐 妳自己在媒體的這些從業裡頭 有沒有妳的偶像 我的偶像 對 有沒有誰是妳覺得非常好的一個榜樣 其實 因為今天罵太多人啊 請問一下 劉愛 其實我覺得妳若問我有什麼優點 其實我有個很大優點 就是我覺得我自己很笨 很笨就是說 你看同樣小時候學游泳 就看到那個人好聰明喔 一下就會了 妳怎麼回家就在想說 為什麼轉頭都換不到氣 就每天腦子都要想這件事情 可是妳過一個月妳也會的 因為妳這個月來都一直在想 為什麼我轉右邊換不到氣 其實我是那種很有毅力的人 我兩年前終於左邊也換氣了 為什麼左邊換不到氣 所以我其實我常常跟身邊的人學習 就是其實妳說偶像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偶像 可是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優點 像有些記得他就是 就像那個以前中國時報有個林姓菲 你就會覺得我們兩個一起在會場上聽話 那我就會覺得這句話不重要 那為什麼他回去那段話 他就變成一百頭 那我仔細看他寫的 欸對啊 這些話昨天我都有聽到啊 為什麼我會覺得這些話不重要 那人家就會變一百頭 那我就會跟他學習 跟他學習 欸為什麼他為什麼會這樣 他以為他就是會找出那個新聞點 所以我其實 我其實跟很多人學習 跟身邊的人學習 我那叫李宇龍跟吳慕琴 那更不要一直吳慕琴知道吳 李宇龍 我每天那個環評會開到六點 那我就開始泡一下咖啡啊 看一下資料啊 那邊做好 想說好好來寫 他們兩個包包 寫環稿包包收好又走了 我說啊 你們兩個寫好了 那為什麼他可以寫這麼快 那後來才 後來才發現他其實 在會場上他就在打 打一些數字 那後來我也說 那我也來試看看 那後來我也可以 就是說你 你會不斷的跟很多人學習 學習他看到 每個人都有可以學習的地方 你就學習到他 就是欸 反正我覺得你要仔細看點 他就是有可以被學習的地方 像以前有一記者叫 自由時報叫什麼名字 在跑農業的 中立華 中立華這樣 然後就看他報 他很厲害喔 他就會常常去看環保署的公告 就覺得說 他為什麼常常跑到那個補家 你就是 原來他常常去看公告 預告也看 公告也看 那我就會 欸對 那我也來一下 我也學他這樣做 大概就這樣 你要你要多跟人家學習 不要以為我你最厲害 那其實我還有一個優點 就是我今天頭上大家寫的報道 剛剛那位同學走 我不會只看我自己 我會看別人的 為什麼大家頭上這個屋子裡面 每個人寫的都不一樣 為什麼 為什麼 啊 原來是這樣 那你自己以後就會學到 這是不斷的學習 沒有人問我 我可以直接講 哈哈哈 他會結實進去 這個還要哭 啊是 問的可能 問的可能 我可以